但沒有人佈 應該是這樣 應該類似這樣說 那座床上面那層應該沒有圍欄 就是很容易佈下 還有謙 所以我只敢睡下面那層 而且那間屋應該是新開張 所以給我那間房間可以一個人睡 我沒住過那間 我住過五、六個人的房間 但是那時候我去 因為我本身一班朋友 所以我們特意預訂五、六個人的房間 一起睡進去 那也很好玩 好像合宿一樣 對 我還記得 因為廁所在房間裡面 然後洗澡 那些朋友又害怕 一個在裡面洗 另一個在臉上等 跟他聊天 要去說話 為什麼這麼害怕 不知道 那時候 不是很多年前 是學一些清清的 四、五年前 五年前 然後在外面聊天 很搞笑 所以你怕那裡有鬼 我就不是很害怕 一點點 我們那時候在外國 我們那時候去歐洲旅行 歐洲都 可能很害怕 看得西片那些鬼片多 一拉開個簾 然後很大塊玻璃 在玻璃上面看到不想看到的東西 他一拉開就很大塊玻璃 對 你當是棋缸那裡洗澡 也挺危 然後拉上浴簾 然後隔壁 然後隔壁 很大塊 對著棋缸的玻璃鏡 那你一洗澡 然後拉開浴簾 你會覺得很驚喜 然後那塊大鏡 好像很害怕 那不是真的很大嗎 你說到這麼大 也OK 我不太太記得 但是我記得是 總之大家要在外面陪他聊天 等他 但是外面那兩個人 又不會裝他洗澡 但是很開心 我覺得人多 我又沒試過一個人去旅行 但是最少兩個人去 最多是十個人去 我都先說 十個人 我跟家人 最多是十個人一起去 就得很辛苦 是不是 我覺得家人還好 嗯 可能本身已經從小到大 一起生活 對 還有那些 還有我們 都本著帶家的老人家 也不是老人家的老爸 去玩 因為我們那次去台灣而已 我們那些小孩 全部都去過了 主要就他們的 schedule 大家都OK 但是 十個人 其實整個過程都很熱鬧 其實都會很開心 就是家人去 這樣 是不是整棟樓這麼訂 我們訂了兩間 應該是兩間房 我們訂了兩間 四人房 一間二人房 好像是這樣 訂了幾間房 然後 我們就 很熱鬧 全程大家都很吵 但是你說有時候出門口 那些東西 要等來等去 拘來拘去都是真的 因為你要等齊 一起走 還有有時候可能真的有些東西 我們年輕人不想看的 媽媽就衝進去看螃蟹 你知道媽媽看東西不走 每一間都看 一拔都拔不到 對 你又會拔 這些 但是我覺得 整體都OK 但是你說十個朋友去 我就沒試過 朋友最多都是五六個 五六個都很難走 對 反而你問我五六個朋友去 四個都很難走 我覺得是難過十個家人去 因為那時候五六個朋友去 真的多爭執 Plan了多久 Plan了多久 其實是這樣的 那時候我們一班同學 就跟大學的Summer School團 去做Exchange 類似Summer School 然後 去英國六個禮拜 六個禮拜 六個禮拜的當中 就不用每天上學 你知道歐洲最好的很方便 你的內陸 叫做廉航很近 例如英國飛荷蘭 飛一個多兩個小時就到了 兩三個小時 但是港幣多少錢 一千元左右 但是你說星期五不用上課 就飛去玩玩 就去三天就夠了 所以我們是狂去這些短旅程 去了幾個 之後我們有十天的假期 我們就去多些地方 輪流plan一些 一人plan一個地方 可能每一個地方 我們去三四天左右 但是呢 中間真的有吵架 有的 都幾 每一個地方 都保持著都有 因為我們很熟 其實 你很知道對方的一些習慣 其實大家都明白 你知道 你有時候很friend 那些 你都知道有些人是 特別麻煩一點 有些習慣 你沒有那麼接受 去旅行 都幾是進言這些習慣 例如 有些朋友 骯髒一點 有些可能 有些可能 立洛一點 柯過一點 有些可能 你又想去 他又不想去 或者 suppose 你plan那個地方 你對那個地方 很了解 但是其實 你又不是的 人家怪景色 其實我也不會走 那些 變了很多東西就吵了 我們 甚至是吵都連 我們買車票 都有爭吵 那還有沒有一起搭車 我們有的 全程都有的 我們 是不是就面了 我們現在都是很friend 不是啊 想到車面了 我們又好 幸好 我們轉過頭就沒事了 我們大家都 很快就沒事了 但是 我很記得 那裡是哪裡 好像是英國的時候 總之 我也有跟其中一個friend 吵 他又不知道 類似問我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他就是覺得 我應該要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些人 然後他又不知 發難 又說 覺得問一下也不行 還是什麼 然後他就走了 是英國的街頭 怕不怕 然後 都擔心 是狂叫他 叫到的 好像是 不知道我們不斷打給他 還是在街上 不斷找他來撞回 好像是這樣 但是我現在在街上 好像在哭著 好像是這樣 我不記得了 但是 但是 然後我們又買車票 又吵 因為大家不要學 聽到 聽完就算了 就是 歐洲是很流行 不買車票 偷進去 對 跳入閘那些 或者跟進去 對 我就不行 衝浪不到心理關口 對 還有我很害怕 但是我有一些朋友覺得 不怕 什麼什麼 這些 這些位置又會有分歧 但是 因為那時候 現在我就肯定 我一定 我一定會買票 因為我很大膽地走開 我就不會有這麼多掙扎 但是那時候 是窮學生 那 萬一被人抓到 就罰很多 對 幸好我們那時候 幸運 就沒事了 對 就是這樣 你們呢 去旅行有沒有 啊 啊 山菇可能就 你分開一下 我接收一下 活潮 經驗 其實我也試過 上次去北京的時候 不是同一個朋友 又偷進去 不是偷進去 是我們聊 就是 吵架 吵架 打算搭的士 去某一個地方 演唱會 因為那裡 不知道是不是演唱會 還是 總之是 Fact Meeting 那個場地 然後呢 就想著 應該 走哪條路 才能進去 然後呢 我們 又 又問過人家 然後 又看 街上的地圖 然後走到 很 很久 然後 最後 就是他 他自己 打算 再走遠一點 看看會不會 撞到那個場地 於是 然後就走進去 然後就 突然間 就適合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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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家 就是 然後他不斷罵你 都說這裡 就是這樣 都說這裡 又不相信我 然後 之後 第二次 又跟他去 然後他又說 要搭的士 去追 就是跟車 對 但是我又阻止他 因為跟車 其實真的 很危險 很危險 對 還有他 我們兩個 又沒有當地的apps 可以直接 有 你又不知 擔心他 然後 所以我們 就 他又不斷罵我 說 為什麼不追 什麼什麼什麼 為什麼不打電話 去問一下 人家 有沒有的士 這樣 然後又說 又說 不是做了 功課才去的嗎 其實這樣不是吵架 是你被人罵 哈哈哈 然後我又罵他 你又罵他 我又罵他 說太危險了 為什麼 還要追呢 真的 追車 很危險 其實我常常的重點 就是太危險 你還害了司機 是啊 所以我們兩個 就在這兩個點 那裡 喊來喊去 說起車 我有一次 我不是吵架的 我不是吵架的 但是 我也挺不滿意的 但是 我猜他那一刻也感受到 但是之後又沒有 就是什麼 我那次和我朋友 兩個女生去台灣 那次去台北 你有沒有聽過台北的地方叫做烏內 沒有 烏內其實是一條 類似少數民族的村 類似的地方 那個地方 就是山頭 那個山頭 沒有公共交通工具 只有一件事叫做的士 你要去參觀哪一個位置都好 你只能夠搭的士去 所以很多時候 人家就教你 你去一個的士站 那你就排 但是你要跟他講價 你就要講 例如 包了他的的士多少錢 就載你去哪裡 或者跟他談好 那些 你知道 女人對講價這件事很執著 我們一定要殺到盡 而且你明知道你要講價的地方 那你當然要講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 兩個 然後我就在講價 我朋友 然後我還在講的時候 我還沒講實價錢 他就跳上車 他就跳上車 虧了一道氣 我明白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還沒講好價錢 我覺得還沒講到多少價錢 還沒講到多少價錢 你就上車 我沒辦法 所以我不想 沒有理由我會拉他下來的 然後我就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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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是說 我好像是當下 不知道有沒有說他 好像是有的 但是我都沒有說他 應該都黑黑的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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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少講價的經驗 他那些危機意識低一點 我也很怕別人 因為我跟他去過一次 同事 我們去台中和台北 我們就租了一個民宿來住 我們去台北的時候 就住了一個朋友的家 那個朋友 事前已經跟我們說過 到時你可以小心一點 他就說 你離開了台北 那個治安就沒那麼好 一定是 台北的治安是最好的 其實台灣的治安不是特別好 除了台北 因為台北旅遊區 很多這些 所以我去台北也是去接運 對 然後我去到台中 然後我們兩個 有危險 對 找民宿 通常民宿的地方都會入 那些 然後 走錯路 還是找不到 那些朋友 那時候幸好有張電話卡 就開了 然後 我就跟朋友說 找不到 什麼什麼 然後 台灣人都很熱心 我們去錯了一間民宿 我們以為是那間民宿 然後就不是 然後遇到一個人 那個人就很好 就說 幫我們找在哪裡 然後 他就在家裡 上網幫我們找 那你會怎樣做 即是他邀請你進去他 上網找 很危險的 要等一等 在外面等他 我就會站在外面等 如果他真的幫我找 然後我朋友 然後我 然後 然後 我另外一個朋友 即是台北住的朋友 就已經在電話裡 狂罵我 你有沒有搞錯 你知不知道 很危險的 等等 我 即是說 我知道 但不關我的事 我說 是他伏不聲跟人入屋 那 我沒有理由 拔出來好像很噁心 即是你很噁心的 那些 幸好 那次就沒事 那人真的很想幫我們找到那個人 然後帶我們去 那些 那麼好啊 帶你去 但是我奉勸各位 千萬不要亂 幸好我那次住 是別人的地舖 樓上 即是容易找的 其實 容易找的 我那個不是那麼難找的 但我們又走錯了 但是 我覺得去旅行 尤其是自由行 自己去 你那個 警覺性要很高 真的要很高 尤其是一個人去 你去台灣這些地方都已經好一點 例如你去 泰國 馬來西亞 有些地方都還好 但例如你說你去到歐洲 那些地方 你一個人的話 就算不是一個人 五六個人都好 其實那個危機意識 對 真的要很高 因為他們太多 那些 就是搶錢 騙錢 就是騙你為主 還有 你又不知道會遇到什麼人 帶你去哪裡 那些 所以呢 都挺麻煩的 去英國 如果真的去歐洲 我經常都聽一些旅遊節目的人說 最重要的是 那些荷包放在自己看到的地方 放在前面 對啦 我一向去旅行就是這樣的 我就背一個小的袋 就是拉鏈 你當不難找到你的錢包 在胸口那樣 就是斜背的 最重要就是不要彈一邊 太容易長 彈一邊就不會 你的袋就背得比較前一點 然後我通常在逛街 我就要按著那個袋 那我到這麼多個地方